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来的本漫长 我是林涂 最近天气很热 但热不过澳门政坛 除了四年一度的二热闹闹的立法会选举之外 官场的是非也是不枉多样 妖让了接近三年的墓地案 再次渗囂陈上 如果说对民主两位大哥级的人物 防范性停职 是回应了社会诉求的话 更加触目的是 终审法院对墓地案另一个核心人物 行政法务司司长陈黎敏 作出不予起诉的预审裁决 当然司法裁决我们必须要尊重 因为这是对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和法治精神的尊重 但是坊间亦有质疑的道理 作为政府高级官员 是不是只有法律责任 对于下属的犯错 上司是否只有一句痛心就算数 相关话题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今天演播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高天慈 欢迎你 你好林先生 各位你好 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 简单回顾一下墓地案的发展历程 事件始发2010年8月份有传媒披露 检察院正在调查一宗涉及行政法务司司长 陈黎敏怀疑濫用职权 批出十幅永久墓地的案件 亦就是大家所说的墓地门事件 2011年联署介入调查并在9月份公布调查报告 指出没有条件证明事件里面存在官员濫权 但亦指出前林市局执委会主席批准永久墓地 申请的时候 没有按照正常以及基定的程序来处理 有度身订造的嫌疑 2012年12月 因为消失的文件 检察院起诉4名民署人员独职 包括民署管委会政府主席谭伟和李慧龙 以及环境卫生及执照部部长冯卫升 还有一名姓邵的民署中层职员 因为牵涉墓地门案件 6月4日民署管委会主席谭伟辞去立法会选管会委员一职 6月17日民署管委会主席谭伟副主席李慧龙 因为在执行职务过程当中有违纪行为 被采取防范性停职90日 6月18日 终审法院预审裁决 没有充分迹象显示 行政法务司司长陈黎敏 涉嫌触犯偽造文件罪 独职罪 以及滥用职权罪 决定不予起诉 案件不得上诉 我们再次重申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就是法治的精神 所以对终审法院的裁决 我们表示极大的尊重 但是 现在坊间是有质疑的 一个政府的高官 一个政治人物 除了法律责任之外 是不是还需要有其他的承担呢 这个观点 公议员 不知道你怎样看 的而且确 十个墓地困扰着澳门市民 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十个墓地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或者个人的事件 十个墓地是港大澳门市民的利益 是一个公共的利益 其实整个记者招待会 陈司长可以用公帑的钱为他辩护 我觉得是否将来我们的公务人员 都可以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请一些人士来 以及可以运用其他辅助办的员工 来帮他们开记者招待会 去解释那件事 记得今次的事件 其实整个记者招待会 我自己感觉到是有恐吓性的成份 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其实在本人2006年的时候 在立法会 陈司长也是这样用恐吓性的成份 对我本人在立法会 他当时因为特区政府出现一些贪污的情况 濫庸职权 他当席所有的议员就说 高天次议员如果你有证据 你就拿出来 不能抹黑特区政府的形象 很可惜就是他说完这个说话之后 他不幸的 就是爆了欧文龙事件 当时我也是这样说 始终天日有眼 十个墓地事件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陈司长拿个良心 来去评 评价一下究竟他的作为 是否公平还是不公平 他足之都承认他自己拿了一个 但是他说了一半 因为他第一次拿的时候 他是被拒绝的 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局的人士 但是由于到了回归的时候 所有澳门市民都知道 他将会被担当行政法务司司长 当他进入的时候 同样的申请就批准了给他 即使他用了公职的身份 来影响结果 这个毫无疑问 我可以这么说 整个记者之代会 真的厚眼无耻 因为面皮很厚 我觉得在香港前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 因为税务得了优惠五万元 他都要引够辞职 这个不涉及法律的问题 是涉及道德操守 道德操守兼甲品格 你一个主要官员这样开记者之代会 向港大澳门市民恐吓 将来谁敢再说话 其实一个司长是一个公众人物 他是应该明白接受批评 尤其是有关不公平 事实上十个墓地的也确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而廉政公署也指出了很多违法、违规 只不过是没有追索的情况 不等于没有事 你明白吗? 不等于没有事 是有事 只不过是追索不到 你明白吗? 但是在政治的层面 你要承担责任 尤其是我们的行政将官在2010年 颁布了有关的主官员 包括行政长官和司级官员的通质和守责 里面写得很清楚主要官员的责任 以及当他们违规的时候 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不要让澳门市民感觉到 你越做得高的 你就会有一个免死金牌 或者不需要承担责任 其实司级官员的权盒非常大 他可以影响很多东西 亦都可以作出一些决定 我们是很难去挑战他的决定 因为他着情权非常大 亦都他一句说话 可以影响很多东西 其实十个墓地里面 大家都知道他派了他的好朋友的顾问 在他的办公室 离去一个这么大的部门 民政总署这么大的部门 有二千多人 帮忙找文件给法院 其实这种行为不恰当 的而且确是想影响 或者想肯定所给法院的文件 涉及他本人 不会给错 或者给多 或者一些不应该给 这些猜测需要一个特别的委员会 来去调查 这样才可以水落石出 否则澳门市民不会服这样的决定 这样的做法 其实陈司长今时今日 在政治的角度 已经是一个死尸 因为他没有能力再领导澳门人的职位 他没有条件再 因为没有了公信力 如果你想着 只是用公权力去恐吓 去逼那些人不要再出声 没有可能那些司长可以做二十年 也抹杀了我们特区的年轻人 担当高一点的职位 和担当司级官员的职位 高议员一直强调一个问题 澳门的高官问责是需要有进步的空间 刚刚你也提到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法规 就是主要官员的通责和守责 其实这两个法规里面 有没有对主要官员的行为 守责作出一些规限 有的 因为由于是欧文龙事件之后出现的问题 我不断在立法会都督促政府 希望我们有一个主要官员的通责和守责 来让他们明白他们所做的职位 那个权利和责任 和承担的效果 现在澳门来说 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因为我们主要官员 不肯承担责任 你无论巴士也好 你无论轻轨也好 你无论医疗也好 或者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十个墓地 就是欧文龙事件之后 第二大的丑闻 都是因为主要官员不肯承担责任 而且做得太长时间 兼顾也不是我们行政长官所选择的班子 我会怀疑我们这样继续迈向前 会有很多其他问题出现 对于这件事的后续发展 高议员你自己有什么期望 或者希望在哪方面有进步的空间 进步的空间就是希望快点到2014年 我们的行政长官有政治的条件去换班子 其实在现阶段来说 陈市长已经没有条件再担任这个职位 因为他这样的做法只是令到民愤 亦都令到我们澳门市民 全部都觉得非常失望 原来可以被人感觉到 只手可以借天 这样的行为 在政治的角度不能够接受 所以我很希望他可以引够辞职 为港大澳门的利益做一件好事 由于没有透明度 令到今时今日 澳门市民觉得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管制能力 以现时来说 所以我觉得现在特区政府要做的就是换班子 因为就算现在还差一年才有下一任的行政长官 我相信现任的长官都会继续做 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如果管制能力出现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行政法务师的职位 需要一些比较权威性 还是有这个里历、学历、经验方面的人士去担当这些职位 会比较恰当 我们再次重申就是我们尊重一切的司法裁决 这是维护社会 甚至是社会法治的核心价值 但是我同意这个观点就是 法律只是一个社会的最低标准 以前有句话叫什么 叫生不入官门 也就是说以后这些什么说不定 争吵不定 用了所有文明或不文明的用语之后 法庭见了 因为争吵不定 所以对于一个政治人物 对于一个政府高官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作为衡量 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和要求 但是要求标准最高最严最受大家重视的 莫过于就两种 一种就是私德 一种就是官德 老师要这个传道授业计划 当然就是要高尚其德 才可以为人施表 但是官德更加是直接关系到 一个政府管治的威信和社会风利的好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官德的意义一点都不让私德的意义轻 甚至乎比私德的意义更加大 在春秋左转商工二十四年篇里面 对为官之道作出一个这样的排序 就是太尚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但此之为不留 也就是说你做官的 就算得到非起也好 官德就应该排在建功创业 建书立说之前 和各位一起奉面 现在是今期的本幻象 我是林道 下期再见 文字幕计创